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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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明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Apache API 6 的孵化器之旅 Apache API 6 是在2019年的时候 由深圳直流科技这一家中国的创业公司 捐赠给了Apache软件基金会 它的成长速度会非常的快 它每个月发布一个版本 然后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 就从Apache软件基金会的孵化器毕业 成为了Apache的顶级项目 是中国的所有Apache项目里面毕业速度最快的 所以大家就经常会问我一个话题 就是API 6 为什么速度会发展的这么快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pache 6 在Apache孵化器里面 它是怎么样去做整个的发布版本 吸引贡献者多样性这样的一些事情 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首先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Apache API 6 的PMC主席 我也是Apache软件基金会的member 同时我也会给K8S 等等其他一些 开源项目去贡献一些代码 所以我也是Kubernetes member 在中国的第一个的开放原子基金会里面 我也担任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是腾讯云的最具价值专家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去写代码 我之前是在360工作 我在360是发起了360的开源委员会 也是360开源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我现在是在一家创业公司 创办了一家创业公司 叫深圳支流科技 我是联合创始人和CEO 这家公司我们会基于Apache 6 去做一些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和产品 OK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Apache 6 因为我觉得可能听众还不清楚Apache 6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名字Apache 6 这个其实是两个单词拼成的一个单词 Api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应用的一个接口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大家对外提供的服务 不管是SaaS厂商的服务 还是一些我们平时手机APP用到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其实它都是通过Api的形式连接起来的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认为Api连接了整个世界 6也就是说我们希望Api它会跑得很安全很顺畅 对因为6在中国里面是一个lucky number Api6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云云原生的Api网关 我们可以使用Api6快速安全的处理用户的请求 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些特性 Api6的lentency是我们找到的一些竞争对手的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性能是竞对的100倍 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一家中益的咨询机构的一个评测报告 Api6它的底层是基于NGX来实现的 所以它继承了NGX非常多的优点 比如说它的稳定它的高效它的精巧 这些都是API6从NGX里面继承过来的 但是它NGX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API6里面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热加载的 包括路由配置证书上游插件 我们再也不用在NGX里面修改一个Page Reload才能生效 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忧了 在API6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Rest for API 或者通过Yaml的配置文件动态实时的修改 不用重启服务 API6通过了两年的一个发展 它现在的生态已经非常完善了 我们有50多个插件 对于大部分的企业用户来说我开箱即用 它的这些插件涉及到安全 身份认证 限流限速 可观测性等等 如果只从功能角度来说 API6功能是大于Con Con 是大于NGX 对 这是API6的一些 Global的这样的一些用户 我们可以看到API6不止有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在使用 比如说腾讯 中国移动 青云 这样一些公有云厂商在使用API6 一些流量非常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像新浪微博 它也在使用API6去处理它最大的那块流量 入口的流量 然后呢 在美国我们有NASA 在欧盟呢 有欧盟的数字工厂都在使用API6 API6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功能呢 其实都不不仅仅是原来的传统的负载均衡 反向代理这样的一些软件 它的一些功能 在云云生的大的背景下 API6有一些新的功能 这些功能主要是包括像可观测性 API6可以把它的数据传给普洛米修斯 把这些tracing的数据传给ZipKing和Skywalking 这样呢 我就可以在metrics,login,tracing上把这个可观测性给做起来 然后在原原生下面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协议诈 比如说是GIPC,double,websocket 这样的一些新的协议 而不仅仅是ETTP和ETGPS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在原原生里面 大家对于身份的重要性 比如说我们希望我把我自己的身份议证 放在一个SaaS服务上 比如说Octa 那么我怎么通过API五官和Octa来结合呢 那么API6已经内置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同样的API6里面呢 我们所有的特性都是高性能无状态 你可以在KIPI6里面随意的扩容和缩容 这个是API6简单的一个技术图 大家可以看到API6分为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叫做DataPlan 简称是DP 右边呢是CtrlPlan 简称是CP DataPlan呢 它就是真正去处理用户流量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功能 从最上面科目端的流量 然后通过API6的各种插件的处理 最后呢这些流量会分发给我们的合作伙伴的API 我们私有的API 或者是我调用外部SaaS这样的一些API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肯定会产生一些日志一些统计的数据 然后呢我再把这些数据通过插件 上报给外部的这种可观的性的组件 那么这些配置的变更是怎么通知到我的DP的呢 其实很简单 我通过在CP上调用Restful的API 把这些数据写到ETCD 然后我的DP去订阅ETCD的消息的变更 那么我订阅到了之后 把这些内容在内存里面刷新 就可以在下一个请求来的时候实时的去变化了 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DP 其实是没有保存任何数据的 它的数据只在内存里面 所以它的DP是完全无状态 然后CP呢 因为通过了ETCD的这种cluster集群的这种模式 也保证了CP的高可用 所以整个架构会非常的简洁 而且会非常的云原生和高可用 介绍完了API 6 我们去看一下API 6能够帮助客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一个软件设计的再好 它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 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什么问题呢 首先呢 它可以帮助大家去处理几乎所有的四层和七层的流量 从ATDP、ATTPS到TCP、UDP 甚至是物联网的MQTT 为什么说是几乎所有的呢 因为有些用户可能是一些自定义的四七层协议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需要去做一些插件的开发了 API 6呢 可以帮助大家去替代NGEX 去处理南北向流量入口 因为它可以更动它 API 6呢 也可以替代NVoy 去处理服务间东西向的流量 因为API 6的插件会更加的多 二次开发会更加的简单 同样的API 6也可以当做K8S的IngressController来使用 我们也开放了一个第三方的 我们也开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源项目 API 6 IngressController 那我们的用户呢 其实用API 6能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有用户 欧盟的数字工厂 他就使用API 6的MQTT插件 把API 6变成了一个IoT网管 然后呢也有一些做安全的公司 在API 6呢 借助这种身份认证的IDP的插件 把API 6变成了一个零线人的网管 API 6更专注的是在底层为大家提供功能 而通过插件可以把API 6这个基础的组件 在不同的场景下 在不同用户的需求下把它变成一个 和业务贴的更近的这样的一个网管 而不仅仅是处理API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和一些已经开语言的网关 和或者是一些公共云的网关联相比 我们为什么说API 6会是下一代的API 我觉得API 6有下面4个点 足以把它叫做是下一代的API 首先呢API 6会支持多语言的开发 如果我们看NGX的话 NGX是用C写插件的 NValue是用C++ 用LULA和WASAM来写插件的 Con呢是用LULA Golang来写插件的 API 6可以用什么来写插件的 API 6原生支持的是LULA 然后我们现在支持了Java Golang Python 我们即将支持WASAM 所以API 6可以让大家用更多的语言 和你自己更适合自己 现在业务和公司里面的这种开发架构的方式 来去开发插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能让更多的developer参与到这里面去来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精细化的路由 精细化的路由呢可以在非常复杂的灰度发布 和流量染色里面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比如说我希望一个来自北京的一个VIP的用户 它能够走到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路由上去 我给它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好的体验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在路由层面做的非常的复杂 一般的网关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个深度的 为什么API 6可以做到这么多呢 因为我们在路由层面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化 API 6路由支持所有NGX的变量 而且支持各种表达式 而且还支持你使用代码在里面嵌路 去解析你的ATP头 ATPBody 在里面去做各种复杂的运算 这是第二个 它能够支持更复杂的用户场景 第三个呢就是我能让更多的用户 去参与到我的二次开发里面来 虽然我们支持了多语言的开发 我们支持了LULA 沟浪 Python Java WhatsApp 但是他都只能让developer参与起来 如果这个人不是developer呢 如果他是一个ops 他是一个产品经理 我怎么让他参与进来 他们也是一批网关的用户 那么API 6支持了D代码 我们在界面上拖拖拽拽 把50多个插件进行一个排列组合 它就能生成一个新的插件 我们叫做插件的编排 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对API 进行服务的编排 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可观测性 API 6呢深度集成了skywalking 我们公司有4个skywalking的committer 然后API 6的社区里面 能够参与到skywalking里面的 两个社区之间联动的 这样的互动就会更多 我们希望在网关上提升更多 可观测性的东西 这样我就能够帮助用户 及早的发现问题 而且更快的定位问题 这里是2020年的一个中国开源 Top50的项目的一个榜单 当然了这个数据是通过各种分析得来的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排名 虽然我们并不看重数据和排名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能从一个角度来印证 这个项目受关注的一个程度 在Top50的项目里面呢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公司的项目 API6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项目 我们排在第二十二位 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数据 就是contributor的增长的一个数据 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contributor从20个人增长到了260个人 有接近十几倍的一个增长 contributor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贡献者意味着他在使用你的产品 而且他进行的开发 他愿意贡献给上楼社区 这其实是两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一个是更多的developer在用 第二个是他修改之后愿意贡献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API6大概的一些里程碑 对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从上面可以看到API6肯定是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才能发展的如此迅速 那么API6做对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做对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对于Apaq文化的认同 Apaq way Apaq way 简单来说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市区大一代码 这句话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 但是知道这个道理和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落地 其实是完全是两回事情 特别是对于来自中国的项目来说 在邮件列表里面公开的去讨论所有的事情 其实是有难度的 大家还是有一些事情希望能够一对一的 或者在QQ群 微信群去讨论 那么在邮件列表用英文公开的讨论 其实是对大家会有一些挑战 但是对于如果你认同了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因为对于后面的人来学习这个社区 然后来和大家能够进行一个异部平等的沟通 其实邮件列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Apaq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就是精英的民主 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民主 并不是说所有人的权利都是一样的 一人一票所有人权利都一样 他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精英民主 他是说我的贡献越多 我的话语权就越大 对他从contributor 我的贡献代码比较多 然后我就可以被选举成committer committer我参与社区的比较多 我就可以被选举成为pmc 就是项目管理会 项目管理委员会 还有一点我觉得Apaq做的很棒的就是他的贡献永远不会过期 他并不会因为我被选举成了committer 然后我一年两年没有活跃 我的committer的title就会被摘掉 他不会他一直都会在 然后在Apaq里面你不仅会因为代码而被选举成为committer 也会因为文档步道等等这些贡献 其实他是一样重要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Apaq里面是没有独裁者的 因为很多的开设项目他的创始人都是希望能够一直把控这个项目 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不仅会扼杀这个项目的活跃度 也会让这个项目慢慢的把更多的希望贡献的人把它给赶出去 所以Apaq里面我们觉得创始人都需要退后一步 这个是我们比较认同一个观点 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基于一个长远的考虑 比如说为什么Apaq我们要做成一个开源的项目 然后我们一直维护社区的活跃度是为了什么 这个其实会有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只有成为领域内最好的开源项目 我们才有机会商业化 开源项目呢它是一个赢赢者通吃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winners take all 他对于排名第三第四第五的这样的开源项目来说 他其实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然后呢只有Apaq位 只有这种平等精英民主 然后公开讨论的文化 才能够吸引全球最顶级的hacker 最顶级的developer 才能够让他们参与进来 这样的话你的项目才能够持久的发展 所以呢我们完全不参考四大数 还有github经常的搞的这种排名 其实这些更多的是一些数字游戏 大家看一看就开心一下就ok了 它其实和贡献者相比 他们都完全的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会更关注社区的活跃度和多样化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多样化呢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考虑 就是如果我的developer都是同样的人 大家的品位 然后开发的背景都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做的角色也是会差不多 大家觉得社区和开源项目都应该朝某一个方向发展 但是呢如果我变得多样化 我的developer有些来自互联网公司 有些来自于消费公司 有些来自于金融公司 还有一些可能来自于学校政府 这样的一些部门 或者是一些科研机构 那么这样子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面临的问题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这样的我的一个项目就可以能够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而且能够满足更多企业用户的需求 对developer也是一样的 年轻的developer就希望能够去加一些很激进的 很炫酷的这样一些功能 然后一些有经验的架构师 可能更追求的是稳定高可用 大家讨论的考虑的点不一样 但是他都能让这个项目变得越来越好 当我们吸引了很多的人过来之后 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强力的去推进的 因为开源社区是一个很松散的结构 大家并不会承诺说我每天花多少个小时在这个开源项目上 那么那么这个项目的进度是怎么去控制的 就需要有一个有强有力的一个呃 项目的灵魂任务 或者是很多pmc的这种成员 活跃的pmc成员去推动这个项目 那么APS6是怎么去做呢 APS6在推动项目的时候 更多的是在学习其他top level project是怎么做的 以及其他的复化器项目 在邮件列表里面是怎么讨论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发版本 我们怎么检查我们的license 我们怎么去发起我们的各种投票 我们的各种选举 以及我们怎么去毕业 毕业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通过邮件列表的方式 去向其他的点击项目学习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邮件列表真的非常有用 历史所有的讨论记录都在里面 我们就能避免踩很多的坑 所以APS6大家都说APS6很顺利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踩坑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开源项目里面参考了很多 我们学习了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APS6 是每个月一次release 这是我们从2019年 6月份开源到现在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 我们每个月一个release 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软件总是在不停迭代的 它不可能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设计的非常完美的一个软件 一个软件要达到大家都愿意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是需要快速迭代的 软件是迭代出来 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对这是我们觉得开源软件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频繁的步道和走访用户 我们是每个月一次线下的meetup 对 然后APS6在孵化器期间呢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对于贡献者的快速认同 很多的项目呢会把自己认 选举committer或者选举pmc的门槛设的比较高 那么APS6呢在孵化器里面的门槛是设的相对低的 我们希望能够给贡献者快速的认同 比如说我们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差不多选举了123456 6位新的committer和pmc 一个月选举了6位 所以呢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APS6在孵化器里面为什么会进展的非常的快 第一点呢就是大家对于APA7文化的认同 这个东西呢你是要从骨子里面去认APA7文化 它真的能帮助你项目成功 你要相信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迭代 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公司来使用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更多的是线上的活动 线下的活动 你需要去和用户去当面的去聊 然后呢我觉得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你要给予贡献者一个快速及时正向的这种反馈 所以我觉得APS6的秘诀其实归根到底都是 Apache为社区大约代码所引导出来的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对然后呢这是APS6在Github上面的项目地址 下面是我的邮箱 欢迎大家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